在專業訓練員的指導下 阿公阿嬤正確安全使用各項訓練 全身不同部位肌肉以及肌力的健身器材 鄰法長者們都覺得很不錯 身體比較好 比翔師還自己有在做運動 三步而已 一天走五公里 我們這個年紀都要活就要動 每天都要動 要活就要動 這句話已經升值在上了年紀 鄰法長者的心中 機動室已經進入超高齡化社會 為了讓鄰法長者有更好的運動活動空間 機動室衛生局委託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承辦全市第三站的鄰法健康俱樂部正式啟用 搭配專業的訓練員和全新電腦科技系統 幫助鄰法長者們正確安全訓練全身肌力 並且記錄哪些部位的肌力 還需要再加強 降低肌少症預防跌倒的發生 還可以增加人際互動 讓長者們更有活力更有尊嚴 鄰法健身俱樂部 就是讓我們的長輩可以在隨著年紀的增長 肌肉不要減少 不要肌少 肌肉量不要變少 肌肉的力氣也要能夠維持 肌力 肌耐力 都可以透過我們鄰法健身俱樂部的這些器材 還有我們的運動指導員的教練 讓我們的肌力不減少 然後不要得到肌少症 不要衰落 不要跌倒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跟其他的市民朋友一起來做運動 然後在運動指導員老師專業的指導下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德育的站 他們除了設備對我們的長輩是安全的之外 他們也注重了個別化 他會依照每一個長輩運動的表現 然後去做調整 由設備來調整 也由這些運動指導員這些老師來調整 他們就可以安全的來訓練 先前基隆市的飲法俱樂部已經成立 暖暖區地內站以及中正區新峰站兩站 第三站的中站區德育站設置 更好更完善 因此被市政府衛生局設定作為示範站 開幕典禮上包括 基隆市議會議長 童子偉 市議員宋偉立 鄭凱琳 秦真 以及市政府社會處長楊玉欣 和德育護理健康學院院長翁靜平等人 都親自參加 更邀請來自全市各區的區長以及里長們前來觀摩 我們一個城市的照顧發展 因為我們長輩如果一般健康 子女在外地工作就可以放心 這是我們屬於基隆衛星城市 非常重要的一個政策 依照中央的規劃 以基隆市的人口數全市 至少要成立六個銀髮健身俱樂部 因此衛生局希望能夠在各界幫忙下 在其他區尋找適合的室內空間 加速成立銀髮健身俱樂部其他三個站 讓更多銀髮長者們享受健身運動 享受健康 記者吳俊松 機動報導 請給好